美国首富华盛顿欢喜迎接农历新年 春节游行在中国曾登场 驻美代表高硕泰与当地政要 社团领袖领头走春拜年 由于日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住卿提名人董云商 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出美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发言引发关注 对此高硕泰回应台美沟通无碍 我想我们在第一时间在沟通上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也表示我们的立场 他们也清楚地了解我们的诉求 所以沟通无碍 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珍贵的一种互信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是毋庸置疑 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也是一个现状 所以我们会继续来维护我们的民主价值 用我们的生活方式 高硕泰强调台美关系重要密切 可长可久 过去一年双方达到很多成就 期许未来在各领域一起继续努力 我们是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所以大家还要继续努力 透过最深厚的互信 那么当然我们共享的价值跟共同利益 加上台湾关系法 我想六升保证 这一部分可以让我们双方的关系继续往前奋进 华府春节游行吸引大批民众和游客共享盛举 气氛热闹 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副助卿石鹿蕊也低调现身 和驻美官员短暂交谈致意